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主秘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台南市仙草实验小学李志轩校长 主持人以及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白河区仙草实验小学校长李志轩 欢迎校长 接下来这一位是台南市树林国小的戴良全校长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旗鼓区树林国小校长李良全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 学校在媒体素养上教学上的一些成果 非常欢迎三位贵宾 好 那我们媒体素养的教育要从小就扎根 好 一开始来访问主秘 有得欢喜 我们台南市真的很棒 有两间学校来获选为媒体素养的教育基地学校 您的感想如何呢 又有什么期许 首先还是恭喜我们两位学校的校长 能够带领学校来发展这个我们媒体素养教育 那刚好这个主题跟我们最近很红的AI 我们很大的关系 那是其实对于我们在理解这个资讯 科技与媒体素养 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了解 第一个就是科技 科技现在大家最红的黄仁勋 我们的AI 这就是一个孩子必须要学习的点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在讲的媒体 孩子对于平面的媒体 到这个我们的电视媒体 到我们网路媒体 这一块也是我们现在课程要学习的 第三个部分是资讯 资讯要学什么 第一个 在资讯上面的安全 比如说你的个资 还有资讯你要跟别人在一起 我们的网路上的礼仪等等的 这都是一个受用 我们讲的素养 这也是我们现在课程刚刚有里面 需要学习的重点 也就是108课刚所讲的这一个资讯 我们科技这个媒体素养的这一个工作 对 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直接来了解说 到底我们这两间好好是怎样心情通过 我们製作单位有事先到这两间学校 去拍摄了影片 要让大家有初步的了解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仙草十小 为在白河关子岭风景区半山腰的仙草国小 虽然是偏乡实验小学 不过近年来在校长李志轩的带领 不只学生术逆势成长 而且透过多元教学的方式 获得教育部国教署补助 成为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校园内不只设有虚拟主播棚 另外还有剪辑系统 让小朋友学习如何运用科技资讯 将学校的课程与活动做成新闻 传达让大众知道 欢迎收看仙草新闻 我是邱大伟 仙草十小五年级学生规划礼拜四 进行单车双铁挑战 由仙草出发前往新营火车站 搭乘火车至善化享用餐后回程 全程约八十公里 希望大家都能建议地完成这次的挑战 可以把学校的课程和活动 做成一个新闻稿 然后做成一个新闻 让大家知道这些活动跟课程 在成全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资讯老师教了我们怎么分辨真假新闻 然后老师以师傅作为一个标题 然后老师给了我们许多的线索 让我们核对比较 然后接着呢 最后虽然只有一两组获得通关的资格 但是我们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我在媒体素养学到了家乡绘本的介绍 那我们透过录音去让大家了解我们学校白河的家乡故事 然后我也曾经去广播电台 讲解我们学校自己的家乡绘本 然后可以让大家编剪片 然后了解自己的家乡 结合资讯与媒体素养课程 不只能让学生进一步判断新闻的真假 而且透过思考与分享传达 学校也发现 小朋友越来越敢表现自己 我们仙草识小的媒体课程呢 主要分做两个部分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是导演相关的课程 那其实我们就会从录制podcast 然后做逐格动画 然后做影片 做小主播 这一块去扩充我们导演课程 那另外媒体素养课程方面 我们是结合资讯课 那我们可能会教孩子 从新闻上去判断真假新闻 然后会结合一些资讯软体 学习像威力导演啊 或者是Gator Tom这个软体 然后结合生活 然后让我们整个课程呢 把媒体资讯最快 结合在孩子的生活里面 那我们也希望孩子透过科技 可以学习到如何正确的使用媒体 我觉得媒体课程带给孩子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其实它有很多部分是要思考 然后思考以后要分享跟表达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媒体课程的推动之下 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敢表现自己 然后面对镜头也越来越不胆怯 然后也愿意努力试试看 然后去了解一些不一样的科技产品 跟科技的一个运用 不管是课堂讨论 工作方或者社区踏查 引导学生主动关怀周遭的人事物 运用媒体力量 对生活做出正向的改变 这也是教育部国教署 推动媒体素养教育基地的主要目的 记者林根台南报导 看完之后我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素养教育真的很棒耶 所以我们现在来请教校长 校长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提出一个媒体 就是媒体素养教育的基地学校 这样的一个申请呢 好 那我们最早是从106年开始 我们学校几位老师共同去组成一个 所谓的微电影团队 那我们连续三年拿到我们台南市教育局 微电影比赛的第一名 那时候就开始奠立我们在 当初就非常有兴趣做这一块 对 我们就在媒体这个区块 有一些老师大家有共同的兴趣 那接下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们也发展了一个所谓 校园电视台的一个模组 然后结合其他九所天乡的小校 然后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校园电视台 让各校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体运用 把各校的一些校定课程把它记录 然后同时做一个分享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彼此做一个交流 那我觉得也蛮特别的是在于 刚好在110年那时候疫情爆发 对 那时候刚好我们学校因为有前面这些基础 然后也在教育局的支持之下 我们还做了四部的那一个防疫小学堂的动画短片 那时候疫情刚爆发 大家在这个所谓的卫教 无论是在口罩或是洗手 那我们透过这个动画的方式 让市民 然后还有很多全国的所有的小学生 都可以去透过影片 然后得到在这方面的一个卫教的一个薪知 那就因为有这些基础 包含我们之前的校园电视台的一个成立 那刚好那时候台南我们有所谓的停课不停学 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包含我们的硬体还有软体的设施 刚好可以给我们其他学校 做一个所谓平台建制的一个咨询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帮我们所谓台南国家队的一个直播队 然后给了很多在课程的培训 或是课程建立上 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咨询 我想因为有这些的累积 所以后来也在教育局的支持之下 我们去申请媒体素养基地 然后最后也得到评审的一个青睐 那都是不断的这样一个累积 包含我们去年也得到教育部一个所谓5G共学基地 然后设立在我们仙草实验小学 刚刚在影片里面有看到我们的摄影棚 那是很Pro级的 非常的专业 对 没错 我们的家长或是来参访的外宾都会觉得 哇 这么棒 这么小的一所学校 那有这么棒的资源给我们的孩子 有在他们的童年阶段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学习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觉得感到非常的幸福的 我想这也是我们台南教育最可贵的地方 帮助我们偏乡的每个孩子 让他们有不错的教育资源 这是一个在我看来是帮助我们偏乡小校去发展特色 然后发展课程很好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挹注 对 没错耶 真的要这样的学在国小里面 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摄影棚 我刚看了说 跟我们公司摄影棚有得拼 所以这可见资源非常的棒 那校长你们学校现在学生不多吗 大概是多少人 我刚去的时候我们很好玩 我刚去的时候才19个学生 才19个 现在有多对不对 现在49了 成长一倍多了 那刚刚也有跟主持人分享 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的家长 最远有来到从永康 每天开一个小时的车 把孩子送到我们百尔仙草 也有上话的 六甲的 然后因为我们这些媒体的课程 还有我们实验教育 很多在教学策略的一个引进 吸引人蛮多认同我们这样的理念 然后特别是喜欢我们这媒体课程的一个家长 把孩子送过来 真的没错 就是这样子看到你们星陶国小这么棒 然后就算再远 也愿意把小孩送过去 要不然现在少子的话 怎么可能说人数本来19个 然后人数越来越多 对不对 那这真的是蛮棒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一样我们树林国小的部分 树林国小的学生也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他们也营造出自己的特色 我们先来看他们的采访 以夜市麻将连线发响 学生在上面课上有关庙与公益文化的词汇 连成一条线后抽出签诗 这张签诗的内容还是用CHAT GPT所写 台南七股树林国小学生 更拿着平板记录保安公文化 做成线上游戏 去拍我们想要的地方 或者是那些我们要的 网站的那些架设 例如神明那些 还有武器 然后再去收集一些网路上的资料 跟学长学姐的资讯 然后把它通证起来 我们请有给我们资料的一些老师主论 然后给他们签诸作权的同意书 怕我们没有标示诸作权的话 会被人家告吧 拿着摄影机懂得什么是诸作权法 这只是其中一环 在这之前 学生们可是对这些科技传播工具一无所知 于是让师多奖得主杨逸琳老师 开始思考在既有的课程下 如何有机会让学生 接触到更多元的媒体 从三年级到六年级 那每周大概是两节课的时间 那在这里面 我们会从初阶的教小朋友 怎么样做一个实习记者 到后面会有一个比较进阶的 公民记者 那从一个设计师 到后面的一个行销师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然后慢慢的带着孩子来去做学习 一学期四十堂课 除了生化学生 对网路诈骗 假新闻等媒体素养观念 也让孩子认识什么是新闻 了解报道的呈现 从多个角度来看事情 并从学校中找出议题 制作成校园新闻 再进一步以专题探究的方式 到社区记录 我们找到地方创生的议题载体 那我们来制作媒体 那训练学生来发表解说 从这些制作媒体 行销媒体的这个当中 那就会伴随着媒体试读 媒体素养的相关的议题参生 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融入进去 这个时候学生会学习起来 会更有感 当他有行销的技术 包含制作媒体的技术之后 他怎么样用这样子的技术来 跟社区去做结合 来协助社区去解决问题 行销社区 用媒体开启学生的视野 教他们如何用影片说故事 使用自媒体 让更多人认识自己的家乡 也希望强化学生 对媒体的多元认知 培养出新时代的数位公民 即将说怀来探的报道 树林国小的学生也是学的东西 也非常的广泛 我看着就觉得 像我们以前都要到大学 才有办法去学到相关的 而且还要选科系 对不对 那现在的国小学生 真的很棒 尤其你入选的这个 我们的媒体素养 教育的基地学校之后 这个真的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校长 东青棋 你现在想要来想象 树林国小就从民国100年开始 我们就置于科技跟资讯的各种教学 那在这期间 我们也都持续不断的参与教育部的行动学习这个专案 那我们在105年获得教育部行动学习的表现优良学校奖 106年我们获得教育局行动学习特色学校奖 在这个不断的努力的进行当中 我们更加会有一个 因为推动科技教学我们有一个深深的感受 那就是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密不可分 时代越来越进步 那各种媒体也不断的在产生 那伴随着相关的媒体素养的相关的议题 跟多元的情形越加的明显 那我们也在伴随着政策上的 国教署政策的引导 我们就将淬炼多年的科技与资讯教育推动 还有行动学习的推动的经验 结合做媒体 读媒体 制作媒体的这一些媒体素养的相关 相关的观念 我们把它发展成一套系统性的 媒体素养的一个课程 那课程的发展 一定是发展出来了不可能一处可击 那素养国小可谓十年磨一剑 我们不断的在 不断的在科技与资讯的这个道路上 不断的向前的奔驰 那我们也发现 科技一定是不断的在进步当中 那同时也鞭策我们这些做科技跟资讯 教学的我们现场的老师们 我们也不断的鞭策 让我们有更加的动力 来做出这一部分的教学 那当然了 拥有一群专业又热忱的教师社群 才是我们敢勇于挑战 跟保持梦想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所以我们也积极地来 才来参与这一个计划的这个征选 那我们也深深以能够当选 媒体素养教育基地学校 而深深感到光荣 对 那我们学校的话有几位学生 目前35 35位 那我听说校长也很担心 就你跟前任校长担心说 学生会不会越来越少 但是现在就是说 如果变成基地学校以后 那来就学的学生是不是也会变多一点 那当然对于这一点上 我们就是从各方面不断的来努力 从我们的教师的特色专场当中 能够发挥学校的特色 来吸引我们周边的相关学生 那我想说接下来 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些 相关推动的特色 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专业热诚的教师团队 对 那个虽然我们有还不错的 科技与资讯的教学的经验 但是对于媒体素养 其实在老师的心目中还是很陌生的 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的 对 幸好我们有很好的带领者 我们的司徒奖得主杨玉玲老师 他来担任召集人 他担任这个领头羊的角色 虽然学校是个偏乡小校 不过我们透过社群的分享成长 邀请专家入校来增能 然后透过每周 每周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分享 反思以及课程的这个评鉴 我们也逐步发展出一套 很完整有系统的这个课程 所以这个专业热诚的教师 在偏乡小校依然提供给我们的学生 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潜能 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第二个特色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我们的课程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特色 它包含了四大特色 媒体素养 资讯科技 地方创生 跟专题研究 用一句话把它连带起来 就是说 我们老师用专题研究的这个教学方法 善用资讯科技的这个工具 找到地方创生的载体 然后我们制作媒体 行销媒体 产生来解决我们所 那个委托人所交付的这个任务 然后在这期间我们就达到媒体素养了相关的 资能的这个传递 那第三个是我们除了 除了说很在 在课堂上很扎实的做这些教学的耕耘之外 我们也参加看见家乡 有我出发的这个拍片社团 我们广纳这个社会资源 那这个由这个工艺团体 他们提供很专业的大导演师资 来指导我们这些小导演 学习拍片学习拍摄学习编辑 让他们做加深加广的这个学习 那也制作了三部的影片参加比赛都有相关的这个得奖的这个记录 来扩增我们媒体素养的这一个教育的这个成像 对 那祖密我们这样听起来 其实他们可以获选为基地学校 不是说一蹴可及的 就是他们的校长都很努力 然后带领他们的老师 老师又很有热忱 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这一块 然后累积了很多之前的一些经验 然后才可以让他们获选对不对 然后我们请一下祖密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 要有一个很好的教学团队 就是要热情投入 两个学校都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第二部分是孩子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现在孩子我都说 他们就是非常活生生的数位的原住民 意思就是说从民国一百年以后出生的孩子 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国小六年级 这一个阶段 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性 就是对这个资讯媒体非常的熟悉 可是了解资讯媒体 了解科技不代表会有素养 这需要老师来引导 那两个学校都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第一个是他的课程是系统化的 他很能够掌握到 这一个怎么样把一个学校的课程 除了有教育部我们规定的中央的课程以外 还有一块是什么 弹性的学习课程 他们利用这一块课程又有系统的这一个整理出来 可以让孩子的吸收比一般的这个 不是这一方面 以这个为特色的学校 更加的这个更重 而且更加的出色 第二部分是具体化 为什么是具体化 因为很多的教学课程可能一下就过去了 如果有搭配方案再去参加的话 孩子就必须要完成一个成品 比如刚才我们素养国小校有讲 看见这个家乡的活动 我有参加 我也看到了他们跟因为有这个影片的拍摄 跟全国做连结 这就是一个让孩子除了学习知识以外 还可以产生这个行动 而且最后有一个成果 另外最后一块是多元 多元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学习不是只有在教室而已 而且还要走出什么 走出我们教室到社区 跟社区连结之后 他就会关心跟关怀我们这个土地 这片土地 这也就是最后能够达成什么 达成我们在108课纲所讲的 他要先自主行动 想要做 第二部分 透过资讯 科技跟媒体 跟大家互动 最后一块是什么 产生社会的参与 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个两个学校 就可以看到这个特性 在108课纲里面 可以完整的这个来诠释 什么叫做这个资讯 这个媒体素养的部分 对 好那究竟呢 这两间学校在成我们媒体素养 教育的基地学校以后 做出了什么成果呢 那我们知道说 仙草思小 有自己的摄影棚 而且还很棒喔 然后有自己的剪辑设备 然后他们的学生呢 还会自己出去采访新闻 还有自己的小小主播 所以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呢 他们做的新闻到底是怎样 大家好 我是仙草电视台主播陈宜秀 很高兴今天在直播的现场 与大家见面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 全台湾的餐饮旅游业 都陷入重云产物当中 进入了看不见镜头的黑暗期 特别是我们学校的所在地 关子岭风景区 更是难逃疫情的波及 原本生意还不错的餐厅 土积城 也受到疫情影响 生意一落千丈 而关子岭的温泉业者 更是苦不堪言 大兔经营苦水 以下是我们关岭特派记者 张永晴的深入报道 大家好 我是关岭特派记者张永晴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关子岭土积城的店家 在我身旁的是小老板凯慧小姐 我们请凯慧小姐来跟大家说说 这几个月来餐厅的情况 这几个月餐厅的经营状况非常困难 也几乎没有任何生意 员工也都没办法上班 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那只能喝西北风了 谢谢凯慧小姐姐送我们的采访 好的 听完刚刚啊给业者的心声 接下来我要继续采访的是 关子岭温泉业的代表 李轩宇先生 由李董来跟大家说 目前关子岭温泉业的经营心情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的行程都泡汤 我们的生意大不如前 我们的浴池都快要长青苔了 员工也没有收入 真是有够惨 大家的行程泡汤 我们的生意也泡汤 希望维姐丰后 大家可以再回来泡汤 谢谢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听到刚刚两位业者代表的谈话 真的感受到疫情对关子岭地区的冲击与影响 此刻就面临存亡的关口 面对后疫情时代 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变这样的状况 提供一些转型的思考与机会 我们将会有深入的追踪报导 我们把现场交回给主播 好谢谢我们小小主播的现场采访 我们把现场拉回来到现场了 我们听说当时在那边的话 很多同学他们的家长 其实都是当地的人 所以他们很了解当地的状况 这一点我们请校长来谈一下 好那刚好疫情那个阶段 其实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境 那我们不断地去教孩子去所谓使用媒体 媒体素养这个区块 就是在于希望孩子透过媒体来做到学习 透过媒体来做到思考 然后透过媒体来进行表达 就是我们常谈的所谓学识达的一个概念 那学媒体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也有可能是文字 然后也可能是声音 然后当然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影像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校在我们学校里面是有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有不同阶段 有它有系列有系统的课程去做这样的规划 像低年级我们会希望他们从一些文本的一些美声朗读 然后中年级可能是在文字或是照片的一个拍摄 那到高年级我们就会希望孩子是导演 他可以去写脚本 然后同时可以去产出他们想要的一个理念的一些影片 有这样的一个媒体的学习之后 再来就是透过我们现有的情境 例如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刚好在疫情的期间 然后我们关子林那边的生意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孩子就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媒体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发散出去 那这样子就带着孩子他们自己去思考 然后你要创造什么样的情境 你要去采访哪些人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针对你假设的一个问题 来导致一个说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 那透过媒体的一个记录 我觉得媒体最棒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不断的去播放 他那个影像传递出去之后 透过网路其实可以把他们影响力发散到最大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在整个课程教学里面 希望孩子达到的一个效果 很重要的是不只是自己的学习 也要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果的历程记录 同时可以把这样的影响力发散出去 所以结合这样的一个情境 疫情的一些状况 孩子就自发性的发起这样的一个抢救官子岭的一个活动 我们自己看得也非常的开心 那像我们前几天我们孩子今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题 就是已经去思考在疫情过后 怎么来促进我们官子岭在地的一个观光 孩子他们也去做影像的一个踏查 包含从我们官子岭再到我们屏东四重溪温泉 两边做一个对照比较 孩子在前几天也开了一个公厅会 然后跟我们的大人去分享他们的一个心得跟想法 我觉得这几年来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媒体的课程 然后带着孩子自己去探究 然后去思考去解决问题 然后最后去做发表分享 我想一系列的一个方式就是希望我们 让我们孩子能使用媒体 善用媒体 真的耶 我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你们这做得很好 我们以前要在那个大学读相关科系 这个要学了四年 然后你们还有分就低年级 中高年级 然后每个依照他们不同的程度下去做安排 哇 这样去渐进的培养 真的会培养出媒体素养的小尖兵 很棒 好 那我们在树林国小这方面呢 我们知道有这个小白鹤周报对不对 还有帮社区架设了网站哦 那我们树林国小的学生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就是我们第一次跟董事报告超紧张 访谈的过程我们也用摄影机记录 帮助我们确认董事的需求 也跟董事报告我们的提案 看看是不是需要出改 访谈结束后 我们也邀请专家帮我们导览 白鹤文物物馆 从专家的导览示范 但我们学习如何表达 我们尝试四集整理完访谈资料 确认方向后 我们开始思考这次的真案 需要用到什么媒体来呈现 经过大家的讨论后 最后决定以网站的形式 来完成此次的任务 确认之后 我们就开始建置网站 老师提醒我们 引用的资料要标示出处 预约导览的部分 老师带着我们用空手表单进行设置 为了让更多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们也开始讨论如何宣传发表活动 我们讨论了海报需具备的元素 老师也教我们如何制作海报 怎样才能清楚表达活动讯息 并且尝试在学校粉丝专业进行宣传 让更多人来参与我们的发表活动 是说找不到有法律背景的增加 来帮我们处理引用的问题 因此带我们利用ChapGPT来询问 在教育上使用 如何才能降低违反著作权法 ChapGPT也给予我们很明确的简易 先是每页网页是否都有来源标志 有提供资料的人员 请他签下著作权许可书 强化我们的作品 他表当天我很紧张 不过我还是说明了我们设计的历程的作品 来参与聆听的老师 社区民众 庙里的董事都给我们很大的肯定 也给予我们一些建议 翻讲结束后 针对建议我们也主动邀请专家来进行协助 老师也带着我们学习分析数据 告诉我们如何透过数据 来了解我当天的表现 我看到好多参与活动的人给我肯定 不过有些地方 我想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每周一我们把上星期大家发现的事物提出 说出各自要写的新消息 老师问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 原来不是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还要思考为什么要写 和听听对消息清楚的人说明 才不会写出错误的消息 虽然有时还是会不小心错误 但是我们马上在下一次做出改正 让大家知道我们是负责任的小记者 小朋友票选出三个社区可能最多人去的地方 就是活动中心 保安宫和早餐店 我们到这三个地方去做宣传 还拜托他们让我们放置或张贴小白鹤周报 如果民众们有看到我们的消息 就可以在我们自己做的表格上打勾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人看了小白鹤周报的消息 请大家来早点意见你 看小白鹤周报 小姐愿意见你的早餐 吃饭 随其结束 我们统计每个地方民众看到小白鹤周报的数量 跟老师报告 发现早餐店的效果最好 应该是因为大家买早餐都会等待 就会看看墙上的小报纸 老板也跟我们说很多人都会去看 我们发现早餐店这个地方是学校以后 发布消息的重要地点 除此之外 每个小记者将自己的学习历程 想跟大家分享 包括自己长期写下了哪些消息 哪个新闻自己最喜欢 以及自己学习到的收获 和自己可以在学的地方 也希望明年的学弟妹要继续想办法 把学校的消息传达出去 让社区的人看到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基地学校的学生 学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问代校长 就是说你们学校成为基地学校之后 你们怎样去规划里面的课程 接下来我简单报告一下我们学校 媒体素养这个课程推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 首先针对我们在社会上 我们生活上 我们在媒体素养上 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目前诈骗横行 各种各种花招百出的这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在成人的生活 或者我们小朋友的生活 都会面临到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会变成一个 媒体素养主要要教学的一个一环之一 并且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这个教育 那我们团队针对这个问题 有经过我们社群的讨论 光用宣导的方式的话 其实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就集思广益 我们就从今年度就开始发展了 一个新的教学方式 我们就从教具公信力的公式新闻当中 来选取短篇的三分钟以内的相关的这个新闻 有兴趣的 有媒体素养的意涵在内的 那就让这个小朋友们 我们就利用这个每周周会的时间 来让小朋友来观看这些新闻 那从这个观看新闻当中 老师们我们就会灌输小朋友 误用媒体或者轻信媒体的 所产生的缺失跟伤害 也在这个机会 老师们也会来灌输说 制作媒体该注意的事项 例如媒体的观点 他们如何制造 从这些当中 除了扩展我们学生们的各种视野之外 也在也传递了媒体素养的相关的这个知能 那接下来我报告一下 我们学校的这个整个系统性的 我们这个算是课程的这个规划 是 那我们从三到六年级都有一个扎实的这个规划 以三年级来讲的话 我们首先会让 会让我们的小朋友担任小记者的这个身份 三上是记者实习生 三下是专业小记者 那他们就接受校长的委托 校长就说 我们学校做很多事情 可是为什么来的学生还是不多呢 是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人家都不知道 等于说校长就委托我们的三年级的学生 那如果说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呢 用这样子的很真实情境的这个方式 让老师就会带领着我们的学生 来做所谓的担任这个记者的这个身份 在这个阶段 学生所学习到的是 使用制作媒体的方法 那那个小记者的这个基本的历程过去之后 到了中年级的话 我们要让他们担任文宣设计师 跟产品设计师 他们要设计出属于我们地方产物的一些 一些地方小文宣 叫做家乡小物 透过这些家乡小物的制作 他们可以去行销我们的在地的 一些相关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内容 例如产业 例如文化 或者是经济的这个活动 那当然也是 我们最后的成品都是要制造出一个媒体 那到了高年级来之后 我们希望学生担任 数位公民体验家 那以刚刚的影片中就提到 学生就要制作网站来介绍 我们当地最有名的白鹤 白鹤镇文武术 以及我们的这个保安工 希望说制作这些媒体的当中 那培养小朋友们 成为未来的数位公民 发挥媒体及传播科技正面的这个功能 那我这边也有带来 一些家乡小物的 对 先介入家乡小物好了 是 好 这个是中林局的 这个是利兴 我就简单带来 这个是一个碑垫 但是内容其实是介绍我们保安工 比如说是全台南市唯一的 我们的白鹤镇北河町的这个屋 里面有一支白鹤 有一个童子系白鹤 还有各种武器 那就把它融入在我们的这个雷雕机里面 老师就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 从设计到产出 这都由学生的亲自来设计的完成 那这个是还 这个是在我们50周年校庆的时候 带领学新制作的这个算是钥匙圈 其实都由学生自行设计 学生的名字还刻在上面 作为学生们一个 很有一个他们成长的这个纪念 他们有这些来学习的过程 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就用一支白鹤的图样 来展现我们学校推动科技的一个特色 所以这一支白鹤手里拿的是 我们这个雷雕机的一些制作的过程 那接下来是介绍刚刚我们那个第一年级 第一年级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担任小记者 这就是他们每周都要出产这个小记者 那他们除了插图写文字 还要去拜访担任小记者来做访问 访问相关的人员 当然以三年级的这个能力 他们除了学习这个编辑之外 从这个文字上的书学 措置的挑选 措置的那个老师要知道他们措置的挑选 有一些文具的这个通讯 从一开始当然是 以一开始山上是那个实习小记者 但是到了下学期的时候 他们所出产的这个内容文字越来越多 那报导越来越广泛 他们会自己去收集相关资料 所以这个白鹤小桌报 就是用这个制造这个媒体的这个效果 来让他们养成这个媒体的素养 让他们从你要从什么样的角度 来报导这件事情 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 老师都会传递给他们相关的这个资料 那这个白鹤小桌报我们就会带到 小朋友们就会带到我们这个算是我们村里里面的这个早餐店 唯一的早餐店就每周去把它更新贴着 那去那边吃早餐的民众就会更了解学校的很努力的各种教学 跟学校的这个活动 接下来介绍这属于高年级的作品 其实这是一个红包 到了高年级的作品 我们从我们制造的媒体从平面 已经老师要求一定要变成所谓的这一个立体 其实这是个红包 那在这个老师是由他们自行去设计的 那这一个小朋友是一个算是很平常的 很普遍性的一个学生 他在四年级的时候就自己画了一个红包 红包袋 那到了五年级的时候老师说要改成立体的 那学生当然一开始也不知道不知所措 老师说那你就把你的红包的图案 画得更漂亮一点 当然也鼓励他说你当然能够创新更好 那经过老师的这个辅导之后 学生回去就除了把那图案变得更好之外 其实这个图案也是融合我们当地的 这个白鹤镇的这一个镇头 他就一口气就画了自己画的六张图 好会画 而且他这个画这个画其实是有动感的 这个是武术拿刀的人往下 那这个也是这个是往下 那这个搭配以来他就往上跳 其实他是有个动感的这个安排 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往下 那这个拿骨盖的就要跳过来 那这个是童子跟白鹤 他们经常是搭所谓童子系白鹤 他就把这些图案很那个算是说微妙微笑的呈现在它这个立体的红包袋里面 那这个制作好之后其实可以拆开 那就成为他们新年新年可以成为送给妈妈当红包袋 来做这个使用 那这个是以上我简单的 我们经过这个系统化的这个课程 学生就由简而难 由平面到立体 来制作各种媒体的这个成果 对那校长就学生他们学习的反应如何 应该都很开心很想学吧 对都很开心 他们当然都要老师的这个引导之下 他们对这些都充满了兴趣 尤其我们通常我们这些都跟地方创生有结合 尤其是跟地方的社区的这个宫庙 尤其是我们这个的文化 他们都有很多的机会到我们的社区去拜访 里长保安工 里长还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直接面对面来访谈他们 收集相关资讯 回来制作相关的媒体 因为我们所传递的事情都是 他们都是有任务取向的 他们为了达成他们的任务 他们要担任小记者去做采访 然后回来要做编辑 产生各种的媒体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生除了说他制作媒体的能力增强之外 让我们媒体素养的相关问题 也会在这之间发生 老师就会再借这个机会 来让他们导证他们媒体的观念 使用媒体制造媒体 正确的做媒体的试度 或者是缓缓一相扣 把它达到这个所谓的资讯科技 各种媒体还有跟我们地方创生 能够结合在一起 是 好那新桃国家李校长 像你们学校的学生 你们这个设备那么棒 是不是学生很喜欢上这一堂课 像我们很开心的是 学生学会这个媒体的使用之后 那可以去再运用它 在它的生活 还有它其他科目的一个学习 我举一个我们上个月 我们六年级的学生 然后出来带一个 成圈的一个议题讨论 小孩子哦 六年级的小朋友 他自己去拍了一段 所谓情绪教育的一个媒彩 两个小朋友他们自己去演一个戏剧 然后透过手机 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一个把它拍摄下来 创造那个情境 那在我们礼拜一的那个学生成圈的里面 然后他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境 带着学弟妹来共同讨论 什么是所谓的深层情绪 什么是所谓的表层情绪 我们看了我们大人都 在后面非常的感动 就觉得因为我们交给孩子 他这样一个媒体的一个运用 他可以实际把它作为 他作为媒财的取得也好 或是情境的创造 其实这是让我们自己觉得 非常感动的地方 那像我们上个礼拜毕业典礼 六年级的学生 他们也自己去拍MV 自己去录音 都不假我们大人之手 都把他活用了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带给孩子 实际能带着走的一个能力 透过媒体素养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让他们 其实媒体 大概只是一个工具跟一个方法 实际带给孩子的一个学习 那是刚刚主命所谓的一个素养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希望 透过我们这样的教学 带给孩子的 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的课程真的有落实 小朋友他们自己 学完之后还可以把他活用 对不对主命 对没有错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学校 因为有这样的课程带入之后 孩子改变了 刚才都一直提到 本来是数位的这个原住民 后来变成什么 要变成数位的公民 那什么是数位的公民 我觉得有三个很大的点 第一个是 要能够通勤答异 也就是他透过了他这个媒体 资讯科技的能力使用之后 表达的能力变好了 他能够把他想说的话 把它表达出来 第二部分负责任 而且是对自己负责 也对别人负责 第三个部分是什么 要学会帮助别人 你看刚才孩子变成是这个商家之后 他会从商家的观点来看事情 那无形中他也发现 我们怎么发挥社会关注的力量 来关怀或协助一群其他的人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课程里面 多一些这些东西 其实无形中我们以后的这个社会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网友 我们最喜欢说的这个数位的这个酸民 他就会改变成为公民 因为有公民的部分 我们才有一个力量 能够让我们台湾 在下一个世代的部分 有这些年轻人来协助我们 在网路的世界里面 网路的国度里面 我们都讲元宇宙嘛 未来的世界是时跟虚 互相互动跟整合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是 能够有这个力量在往上走的 那主持人知道吗 我们今年国中教育会考的题目 其实也就是网路的这个资讯媒体素养 它就是让你了解 你看到很多的标题 你要怎么去形成文章 那你对这些标题 你有什么概念 什么思考的点 下标题 我们往往都心到习惯嘛 看网路的文章都先看标题 那所以标题怎么写 或许就引导或无形中 会让人家想要看或不想看 对 那这个就要反思 这样的现象是好还是不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这今年我们办的活动 我们办什么活动 我们办健康上网的活动 很多像仙草 像我们现在目前树林国小 这样的学校 他们也在做这种竞赛 像我前几天看到一些学校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文化国小 它是用热膏机器人的动画 然后去反思说 孩子你在拍摄的过程里面去想说 那怎样才能够注意网路的互动的礼貌 礼仪 还有就是什么 眼睛视力的健康 这也就是很不错的一个主题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健康上网的一个案子 我觉得蛮有趣的 大湾国小 他做什么 他去分析说 我如果今天是网红 那当网红之后 可能会有什么好习惯 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坏习惯 什么坏习惯 他可能会不知不觉 自己觉得自己很高 那这样子同学会不会喜欢你 周边人会不会喜欢你 他开始反思这个现象 所以我会发现说 很多学校跟我们现在 我们两个学校一样 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透过资讯科技以及媒体 来慢慢的让我们的课程 变得更加活泼 而且有反思力 然后有沟通力 这也就是我们目前希望课程 能够继续再往下扎根的一个目标 是 好那我们现在的媒体呢 其实都有搭上这AI 人工智慧的潮流 所以想请教两位校长 以后你们的课程 是不是会考虑加入更多的 更多元的东西 让我们学生来学习 先请教李校长 好 像在我们学校 在AI的运用的部分 包含剧本的一个产出 然后还有一些脚本的一个设定 是 然后甚至像虚拟主播这个部分 其实在我们的一个课程教学 还有一些新的软体应用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都开始在做 已经都有在做了 但是我这边想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就是在AI的世代 反而我们应该再去比较走在心灵这个层面 特别是在孩子品格力的一个奠定 那像我们就会利用这些AI或是这些影像 创造这个情境 让孩子产生一个思考 然后怎么去做好所谓的一个判断跟抉择 我想这也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影像 还有媒体然后带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思考 我想未来能打败AI的就只有所谓在我们孩子的一个品格的一个电力 对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奠基才有办法去驾驭所谓的媒体 驾驭所谓的科技 甚至可以善用这些科技的一个进展 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然后让孩子成为这种所谓的数位的公民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我想这样的一个学习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 然后回归到教育真正的一个本质 我想从孩子的一个所谓的品格去扎根 这是我们未来也会更加去投入的一个环节 对 没错 这个品格的培养也是相当的重要 那戴校长呢 从事科技与资讯教学的这个领域 永远是要与时俱进跟着时代来进步的 那目前Track GPT或者AI的各种浪潮 其实在我们热忱专业的老师们 他们现在就已经都已经在做使用它了 以今年老师为例 那今年是我们台南400的种种 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算是说 比如说庆祝或者是成果的展演活动 那苏灵国小也承接了某一个活动上的这个展出 那我们的逸琳老师他就把这件任务 来跟小朋友们做学习 比如说我们这一学员的任务就是来能够完成这一项的任务 那所以小朋友们呢 他们我们就来带领小朋友开始构思 如何来完成这一项的任务 那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刚刚那影片中有呈现的那个有那个麻将 那是要做一个配对的这个游戏 那那个内容就是要认识众神之都 因为我们的保安宫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绳子 或者是一些武器 那就是要让那个来宾能够去体验配对 配对成功之后 要给来宾一些奖励啊 或者说是说将来互动啊 他们就想要说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牵师 让那个来宾过关之后 可以抽牵师这样增加一些趣味性 那这个牵师怎么来呢 这个依小朋友能力他们是绝对没有办法完成 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带入了AI 他们就从这个AI来搜寻 带领学生来做这个学习 然后产生了将近100个牵师 每一个牵师都是大吉大利 所以抽到人看着 哇这个内容这么好 那要是说 那学生就在这个学习的AI的这个过程当中 很容易的达成了他们的任务 也都很有这个成就感 那当然亲事的内容 都是由AI可以在短时间之内产生 我们教学的成果 学生也得到很大的这个成就感 所以这个整个科技的教学 资讯的教学 媒体素养的这个各种智能 我们都同时在藉由这种教学当中来落实 随时不断的来与时俱进 对哇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两间基地学校真的都做得很棒 所以祖命我们之后会有更多学校来申请吗 当然我们一定最后以后希望有更多学校 也是我们现在就在做 比如说我们媒体的这个教育的部分 我们读报教育是很落实的 那第二块像我们科技的这个算是教育的部分 我们走得很前面 尤其是我们PBL教学是全国最有做最多的学校 什么是PBL 就是学生有一个专题 然后用这个专题导向的部分来学习 然后来自己发表 那还有一块是资讯的素养 这一块也很重要 那我特别会想讲这一块是我现在要讲的重点 刚才资讯校长有讲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当我们那么重视这个AI 科技还有我们资讯跟这个媒体之后 品德力很重要 尤其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可能还没有受到这个资讯很多好处的时候 也要预防它的坏处 那是什么 诈骗 没错 尤其是我们现在暑假快到了 我也要呼吁一下 就是我们学会了这个资讯科技媒体的应用之后 要学会试图 要试读 要了解怎么样去把它应用在上面 比如说我这边就下了一个标题 就是说如果你处处多留意 你诈骗就会少一次 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比如说有可能现在有一个活动 在我们的这一个网路上 说大家家长可以帮孩子来这个所谓的报名 可是这个活动网站是真来假的 我们知道吗 不知道 那我们就要多方来做求证 比如说如果他看到第一个 他的这个奖金是很高额的 嗯 那我们就要留意了 对 有个就是提高奖金的这个诱因的时候 我们就要提高我们的警戒心 第二块是什么 第二个是 有可能突然间你要报名 那就跟你说你要录这个LINE的群组 千万不要上当 对 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 很自然的把自己的个资 或把自己的什么 把自己的资料交出去 那进了这个LINE群组之后发现 原来他不是在告诉你要去报名 而是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推销你 叫你去投资 或是假投资 这个更糟糕 对 第三个部分就是 如果一旦人家叫我们填个资的时候 我们就要自己按下心中的暂停键 这有可能是假的 最后一块就是当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脸书的粉丝页好像只有一两则讯息 我们就要怀疑他可能是假的 对 最后一块 当我们看到这个讯息不是真的时候 因为现在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做求证 比如说我们的仿诈骗的这个专线 比如说我们的网站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 多方求证之后 把这个讯息再推荐出去 让更多人防范 那我会讲这一块就是说 我们做这个 不管是资讯科技还是媒体 从老师到学生到家长 都是想办法 最后让他成为一个数位的公民 也让我们社会成为一个安全的网络 安全的这个社会网 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资讯科技的好处 也有它应该防范的坏处 对 哇 所以啊 刚竹蜜讲的这个很重要 大家要谨记 尤其是现在暑假期间 又有很多诈骗什么的 又更多 包括打工求职啊 或者是说你去哪里游玩等等参加活动 都有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这时候就要运用我们自己学到 这个媒体素养的教育知识 再好好运用的话就会做得很好 好 那我们节目到最后呢 就每位30秒帮我们做个结论 好 我们先请戴校长 我叫医学校媒体素养的相关的这些智能 我们用制作媒体的这个方式来循序漸进来带领 我们学生的认知 小朋友除了媒体素养的认知提升之外 也从中得到了很多 操作媒体的相关的经验 我觉得这是很符合我们目前 我们的整个那个108课纲的 这一个教学 谢谢 来 李校长 我觉得媒体素养 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在学校里面 其实课程还有我们的教学 其实就是脚本 对 然后学生我们老师就是演员 然后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学校就是场景 那校长 校长就是导演 用一个以中为始的概念 去破坏整个学校经营 还有课程的一个方向 我想用这样的概念 把它作为我们今天 一个媒体素养最好的筑解 是 来 竹咪 科技始终于人性 我们不会输给AI 我们也不会输给媒体或资讯 但我们未来的世界 我们如果有这个 拥有AI 资讯跟科技的能力 我们才能打败这些人 因为会善用这些资讯 科技跟这个媒体的人 未来往往在这个社会里面 它将有一个主导的这个力量 但是也同样我们要防范 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也要去让这个AI 这个反诈骗 或者是资讯 这个假的讯息 我们能够辨识出来 我相信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的数位公民 好 媒体素养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台南市 推动媒体素养这一块 真的也做得很棒 尤其是我们仙草跟树林 国小真的是非常的棒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在这里告一段落 感谢三位贵宾 谢谢你们 那我们也感谢观众 比较少讯 看起民心 现在这部在这里更大乐 我们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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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